之前核四公投的時候 這個他們批評說核四是平裝車 潛艦國艦跟國機 是不是平裝車 每一個都是平裝車 如果兩個廠商都根本沒有技術水準 而我們花大把大把的銀子 是在肥給誰啦 爆料說是廠商內部惡鬥 那為什麼廠商內部會惡鬥 就是因為你有不義之財 每一次都發生這麼樣子的一個重大意外 而在過去這幾年也實在是太平凡了 那凸顯出這絕對不是單獨的個案 而是一個結構性的扭曲跟結構性的失衡 所造成的悲劇 那就是人禍囉 那到底是什麼結構性的問題呢 那就是飛官的培訓 是不是完全跟不上我們軍購的速度呢 所以我們花大把大把的銀子 好開心買了很多新型的戰機 但問題是這個戰機沒有人開 放在那裡真的是最昂貴的廢鐵 重點是說就算被訓練的飛官 會不會承受了太大的壓力跟風險 而導致今天這條寶貴人命的失蹤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前空軍司令張炎廷就非常的語重心長 他就說空軍所新購的這66架F-16V 其中有10架是雙座機 所以需要76位飛官 就66架飛機需要76位飛官 好可是一架飛機規定要準備1.5倍的飛官 所以76乘以1.5需要107名的飛官 請問這些人從哪裡來 為什麼知道要購買大筆的飛機 卻沒有配套的計畫來招募人才 還是根本招募不到人才 那是你提供的條件誘因不足 沒有人要來當飛官 其實台灣人很多人沒有資格 因為都是近視眼 體能根本就不足 那到底從哪裡來 沒有飛官那飛機不就擺在那邊 就是我剛說的全世界最昂貴的廢鐵 有沒有辦法仿效美國國民兵 成立後備飛行大隊 問題是人在哪裡 找得到人嗎 這可不像我們的職棒 還可以去找外來的傭兵 找外國人來幫我們飛 這是要幫我們打仗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 新進飛官F5機隊步的步驗呢 從77架縮減到50架次 前飛官黃陽德就縮了 好在上個世紀末 90年代末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他當時在飛的時候 學官的時數要400個小時 如果你那個時候是飛F5 F5的時數要200個小時 你才可以飛二代機 現在呢 現在總時數只剩下300 然後F5的時數 甚至於不到50個小時 縮水的更嚴重 以前是要飛300個小時 現在縮水的不到 不到六分之一耶 這會不會太離譜 然後呢 就讓他下部隊去飛二代機 所以你可能在經驗上 在訓練上根本不足 不夠成熟 那不就風險很大嗎 這是要人命的耶 飛機也很貴 人命更貴耶 好 那現在呢 不只是我們剛剛看到 軍方已經出現了重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天到晚摔飛機 這還能不正式嗎 今天又爆出了疑似非常重大的弊案 就是所謂的潛艦國造 那這個潛艦國造的原型艦艇預算 上看523億很多錢 那結果呢 是郭喜插手了潛艦的國造 那郭喜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爭議的 一個相關的軍火商 好 公開得標廠商有技術的疑慮 還誇口說 他自己可以直通核心降臨 就他自己在那邊講 說呢 得標的廠商呢 就是很爛就對了啦 怎麼讓他們來做 怎麼技術指導呢 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居然開這樣的一個玩笑 那台船就澄清說 他只是開玩笑也是嗎 看起來不是喔 如果兩個廠商都根本沒有技術水準 而我們花大把大把的銀子 現在是怎麼樣 是在肥給誰啦 那爆料說是廠商內部惡鬥 那為什麼廠商內部會惡鬥 就是因為你有不義之財嘛 當你可以拿到 你沒有資格拿到的資源跟錢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如果它是一個公正公開的 一個標案的過程 你一定要有符合相關的規格資格 否則一個資本額 就這個廠商它的資本額很小 然後它的技術能力很差 所以呢 就變成就是說你根本不夠資格 你也可以來搶石大餅 那大家不都要來搶 怎麼搶 就要用鬥的馬 好 那麼為什麼它會窒息潛艦的秘密呢 中間有沒有錢客呢 軍火商有沒有黑手呢 拜託 這個是非常非常龐大的預算 那這個國造潛艦到底到時候造得出來 造不出來不知道 沒有人保證 現在當潮的人到時候通通跑光光了啦 然後呢 這中間像這一堆人 是不是就把這些上百億上百億的錢 吞不通通A走吞完了 然後到時候我們又沒有潛艦 是肥了誰 立法院現在剛剛才通過海空戰力特別預算 總共是高達2369億 那陀江級的艦造價要暴增106%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全世界原物料上漲 換句話說 今天你所有的預算造價 你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而這中間是不是有弊案 是不是有黑幕 結果呢 我們會不會花了幾百億上千億 結果還是沒有一艘 可以派得上用場的國造潛艦呢 之前核四公投的時候 這個他們批評說核四是平裝車 請問觀眾朋友 那潛艦國艦跟國機 是不是平裝車 每一個都是平裝車 好所以觀眾朋友我講實話 可能我是最後一集了 以後大家就可以來紀念我 潛艦國造是假的 國艦國造也是假的 國機國造也是假的 你想嘛 我們連捷運的車廂都不會做 怎麼可能去做潛艦 你這樣想就好 我們的捷運車廂都是買國外的 火車車廂我們也做不出來 很難過喔 很難過什麼 我們本來就做不出來 你去看台鐵哪一台是台灣做的 不是韓國就是日本 我們都跟人家買的 你說這些潛艦國艦跟國機 就會這樣子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之前都講說什麼 這個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兵 這個真的很悲哀 我這樣講很抱歉 但是因為還在搶救當中 如果今天 因為我們是想要買更新的 這個目前在搶救的這一台F-16 它是1998年出廠的 24年前的飛機 我們很想買F-35 美國不賣我們 美國當然還有很多種種的因素 可是其他美國的盟友 我們周遭的一些國家地區 人家都有F-35 我們是F-16 我們對得起我們的這個陸海空的弟兄嗎 如果今天是 當然F-35不是說他比較新的戰機 他就絕對不會有什麼意義 也不是這樣講 而且說我們有沒有做到我們 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 我們花了大筆的鈔票去跟美國買 比較過期 甚至他用停產的軍火賣給我們 主持人 你看我們在立班 為什麼我說 我說帽子沒有 你看藍綠的立委 有誰很用力的監督這個嗎 沒有 國防委員會 施老師就知道民進黨各派系 都派人 吵枝子 吵枝子 那不可以頂張的 那是抽籤的嗎 那都說好的 你沒看每次都是那些人 再怎麼選都那些奇怪 怎麼都是原班人馬 每次都每一屆都 每個會期都那些人 沒有那麼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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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